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人资讯网号视频焦点追踪 我是主播小洛 疫情期间 我们的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与华人在洛杉矶公众号共同推出写作项目 疫情下的洛杉矶华人计时系列 本期节目 我们来关注一位华人留学生保安小哥 留学生保安小哥 疫情期间 顾客少了 小偷多了 作者 玉淑琴 2020年4月18日 周六 下午2点半左右 小冬将中午做好的饭菜放入玻璃保温盒里 穿上放在门外的警服 然后出发前往蒙特利公园地区的某华人超市上班 这一天烟云密布 有些像疫情之下大多数洛杉矶人的心情 湿漉漉的 灰蒙蒙的 期待从前暖融融的阳光 小冬个头高大 眼神明彻 这个年轻小伙子曾在欧洲留过学 喜欢探讨历史 社会 时政等公共话题 2019年下半年辞职后 选择来美国发展 刚来时 因为身份问题不容易找工作 就先做保安作为过渡 我也送过一段时间外卖 送外卖很辛苦 也很危险 对车的损耗也大 万一不小心停错车吃了罚单 就等于白干了 相比而言 做保安没那么辛苦和危险 但做保安的门槛要比送外卖高 需要先拿到加州警卫执照 于是 小冬花350美金 去上了8个小时的初级保安培训课程 英文授课从早上8点上到下午4点 每堂课45分钟 讲了很多内容 包括如何使用电棒和辣椒水 如何分辨恐怖分子 如何识别生化武器的试剂 还有一些法律知识 比如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区别 老师是个意大利人 表情很严峻 讲述各种暴力犯罪事件 好让我们提高警惕 学员各族群都有 男女都有 下午上完课就考试 考过了就能拿到证 还是挺容易的 课上其实都是理论 实践还是要靠自己摸索 我练过擒打树 也去过靶场练过枪 但目前还没有持枪证 如果有持枪证 做保安的收入会更高 一般的非持枪保安 每小时时薪12美元 约收入2500美金 一般的持枪保安 每小时时薪15到18美元 约收入大约4000美金 在法院等政府部门的保安 每小时时薪超过25美金 约收入超过5000美金 而且福利多 假期多 高级的私人保镖 每小时时薪至少100美元 收入更高 这行业 退伍军人会有优先照顾 小冬拿到加州安全调查部颁发的 警卫保安工作执照后 就去了洛杉矶的一家保安公司应聘 我们不是直接去工作的地方应聘 而是联系保安公司 保安公司跟银行 法院 商场 超市 仓馆 仓库 工商业大楼 中小学校等第三方机构合作 这些地方如果需要保安人员 就来保安公司登记 保安公司则以劳务派遣的方式 把我们介绍到不同地方工作 实际上 我们隶属于保安公司 工资是保安公司给我们发 保险也是保安公司给我们上 当时正好有一家超市有空缺 保安公司就介绍我去面试 超市也有实习期 要观察我一段时间 身体素质怎么样 水平怎么样 个性怎么样 看上去有没有震慑力等等 最后我被录取了 就这样冬去春来 小冬在这家华人超市做了半年多的保安 下午2点45分 小冬到达超市 戴上老板发的一次性口罩和护目镜 没多久 经理就赶紧把他叫了过来 那个老头又来了 是个惯犯 小冬一看 这不就是前几天偷了几瓶啤酒 和好几袋虾人的老莫吗 现在又顾忌重演 明目张胆的把冰柜里大把大把的龙虾 往自己脏兮兮的袋子里装 小冬上前去和他交涉 老莫两手一摊 我是个无家可归者 我没钱 我付不起 小冬好言相劝 最后老莫兴兴的放下脏物 大摇大摆的走了 这边人流量大 比较乱 经常有小偷出没 有的是偷超市的东西 有的是偷顾客的东西 超市也有摄像头 但那只是辅助 关键还是要靠保安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经验就是日积月累 疫情期间 小偷比以前多了 从三月中旬以来 我就抓了六七个 小偷有的是老莫 也有的是华人 还有前两天进来一个东北女人 穿得很珠光宝气 看起来像个贵妇 没想到是个小偷 我抓住她 她扔下包就跑了 包里全市超市的蔬菜水果 也没多少钱 令人想不通 我还被她划伤了 还有小偷是成群作案的 但我们只有逮捕权 没有搜查权和审问权 一般给警署打电话 但加州法律很松 偷窃900美金以下的东西 不构成刑事犯罪 所以小偷也不怕被抓 作为保安 小冬每天的工作 主要是各处巡逻 维护超市安全 她需要到处走动 一会儿到商场里看看 摆在最隐秘处的商品 有没有被人偷到 一会儿到前面的停车场 帮助去整理708落 散在外面的手推车 也会有心的顾客 一脸茫然的站在入口处 向她询问要买的商品在哪个通道 她得帮忙带着顾客 去到商品搁放的货架 这些工作繁琐而紧凑 疫情期间 小冬的工作量 更是大大增加 除了防范小偷 也要排查顾客 我现在还有一部分工作 是阻止不戴口罩的客人进超市 华人群体因为一直关注国内的疫情 有了前车之鉴 来买东西都自觉戴口罩 但其他族群来买东西 都不怎么戴口罩 现在超市为了防止疫情蔓延 要求所有顾客必须戴口罩才能入内 有些顾客不乐意 他可能就只是为了买盒烟 嫌戴口罩麻烦 或者的确是没口罩 但我们还是不能让他入内 或者他悄悄进去了 我得请他出去 戴了口罩再来 这都要好好沟通 但如果碰到流浪汉 连口罩也买不起 我就把我自己的口罩分出来给他们 不知不觉到了晚上六点多 小冬觉得不太饿 但是脚有些发酸 就坐在小小的员工休息教室里 吃简单的晚餐 每天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我一般去车里吃 或者在超市外面找个地方吃 还好不用穿防护服 我们的收银员就得穿防护服 吃饭或去洗手间就得脱下来 很麻烦 他们最辛苦 吃完晚饭 小冬继续执勤 疫情期间 小冬每天的工作时间是 3点到8点 5个小时 每个小时12美金 12美金是加州最低时薪 疫情期间 我们并没有加薪 其实我收入反而减少了点 因为疫情之前 是9点半下班 疫情期间客流量减少一半 超市8点就下班了 不过比起很多失业在家 我来洛杉矶才半年 还能有工作有收入 能养活自己 我挺感恩 做保安的确很累 但做哪行不累 做保安最大的收获 就是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群 偶尔还会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说到这一点 小冬的眼神亮了起来 虽然来美后现实生活不易 但并未磨损他心底那一份理想激情 他在工作之余 仍然积极参与民间 促进公平正义 自由有关的社会活动 小冬自言 作为保安 心情也是从疫情初期的紧张 慢慢过渡到现在的平静的过程 疫情刚开始那阵子 局势真的挺紧张的 川普发出国家紧急令的时候 一堆人跑到超市 抢购米面 矿泉水 卫生纸 供不应求 真有点末日灾难片的感觉 我是身临其境 要维持秩序 后来抢购潮慢慢平息 超市供应都齐全了 大家购物也变得理性了 我才放下心来 超市人来人往 一开始我也担心自己被感染了 会传给家人 我还有一个很小的孩子 但现在也慢慢平静下来 因为很多事你自己没法掌控 只能放手交托 我希望自己在这非常时期 能保护超市 保护这边的社区 努力尽好自己的一份责任吧 晚上八点多 超市开始打烊 小冬迈着疲惫的双脚 脱下警服 口罩 护目镜 在苍茫的夜色中 驶向回家的路 疫情下的洛杉矶华人 纪时系列 系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与华人在洛杉矶公众号 共同推出 记录大时代中的小人物 记录华人在洛杉矶的 酸甜苦辣 悲欢离合 愿这些即时温暖 或在故乡 或在他乡的你我 好了 以上就是 本期焦点追踪的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在美华人生活 欢迎关注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以及华人在洛杉矶公众号 相关文章如需转载 请到华人在洛杉矶公众号后台区 或评论区留言 联系授权示意 下期焦点追踪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